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琪主持 新人 一所预言里面 有个非常生动的小故事 这个故事引申的含义 很有趣 现在不妨让我先把故事的内容 说给你听听吧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春天 小猫懒洋洋地眯着眼睛 享受在阳光之下打盹的舒畅跟悠闲 就在这四睡四醒的时刻 突然小猫的眼睛一亮 原来是远远地走来一个娇美的俏女郎 小猫望着女郎的款款风姿 目送她窈窕地被引离去 不免打了一个呵欠 然后她自言自语地说 假如我希望能变成女人 而且要做像刚才那个女人 那么漂亮的女人 小猫万万没有想到 她的这番自言自语 竟然被天使听见了 正当她拼命伸揽腰的时候 天使成全了她的心愿 小猫忽然之间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 小猫低垂着抚媚的大眼睛 惊喜地审视自己的时候 哎 心里真是快乐极了 她端庄大方地走到公园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她的美丽成了来往行人注目的焦点 哪儿晓得就在小猫陶醉忘我的时刻 座椅旁的垃圾桶里面 突然跑出了一只老鼠 那变成美丽女人的小猫 见了老鼠 差时之间就走了样 她喵喵地低吼 张牙舞爪地扑向老鼠 顾不得美丽的银绒和磁带 她张开口水肆意地大嘴 三两下就把老鼠呼伦吞下了肚 假如你是在场的围观者之一的话 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我猜你大概也吓傻了 这个故事映射出人性最真实的面目 也映了俗话所说的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尽管衣着化妆 美容整形 可以把人的外表 修饰得光鲜亮丽 但若是人的劣根性 没有改变的话 一碰上那些人们拼了命 也要夺取的财力 地位 权势 隐藏在高雅外表下的 猙獰面目 就曝露无遗 这不就像是 那见了老鼠 就流口水的猫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我在一本杂志上 曾经看到一段有关品种改良的简短文章 大一是说道 农业界为了保持某些作物的优良性 以抵抗病毒的感染 他们就研究出一种单性生殖的方法 只要取下特定植物的细胞加以培养 就可以预出跟原来那颗植物一模一样的性生命 我不知道这种农业科技的处理过程是怎么样的 但是假如把这种农业科技应用到人的身上 试想从一个优良品种的人身上 取出一个完整的细胞 会不会培养出一个完全的艺人呢 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 说出了一个真相 那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又谁能势透呢 在这里呢 先知所说的诡诈人心 就是人性的总结 假使说人性本质因罪的污染而败坏了 复制出千千万万个一模一样的人来 人性败坏的问题依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另外一种农业科技却带给我不同的感想 那就是为改良品种而采取的结枝加结法 原本品质低势的果树 经过专家以特殊的手法 接上了优良品质的新枝子之后 往往这个果树所结出的果子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挺像神为我们预备的重生之道 因为神不愿意看见人在败坏的人性当中沉沦 所以他为我们拆了有完美人性的神子来 叫我们因为生命跟神子耶稣基督连结 而产生更新与改造 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 主耶稣就曾经清楚地告诉门徒说 人心里得以干净 是因为接受了他所传的道 他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从人的立场来看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谁也改不了终顶善灵的本性 但是如果我们肯让神 来在我们身上进行改造工程的话 那么无论多么顽劣的本性 都会展现出经过改造之后的性面目 人要怎么样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呢 以佛所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 有一段经文 可以很简单地把这个方法说明一下 这段经文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而且他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我猜想全世界 有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生的事迹 可是却不是各个人 都能够接受保血洗醉的福音大能 但是换个角度来想 农业改良之后 所栽种又甜又味美多汁的水果 每个人都乐意去享受 为什么没有人 因为自己不懂得 改良了技术跟过程 就拒绝食用那美味的水果呢 所以圣经上说 属神的事是奥秘的 那些技术上的过程 就算是告诉了人 人也不会明白 所以我们只管接受 那最美好的果效 正如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基督徒都知道 要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 必须每天花时间去跟他沟通 明白他的心意 然后照着指示去做 最近有一位姐妹 跟我分享了一个 费事不多 但却很有效的灵修方法 我觉得对有心追求生命改造 而生活又忙碌不堪的 弟兄姐妹来说 应该是蛮有用的 你听说过7up这个名词吗 当然咯 一听这个名字就想起了 7up这个汽水 但是在这儿呢 7代表灵修的时间 7分钟 up代表灵性上升长进 现在就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7分钟是怎么分配的 首先我们要用半分钟的时间来祷告 有人说早晨是一天的门户 而我们的祷告呢 却是早晨打开新门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在一天的工作还没有展开之前 祈求听到神的话语 行在神指示的道路上 这是朝见神的时候 应该有的一个心理的准备 其次呢 花4分钟的时间 认真地读圣经 神的话是律令 典章训词 为了叫我们谨记在心得到智慧 因此 这4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 甚至是认真地背诵一节经文 然后我们再用两分半钟时间来祷告 当然了 祷告的内容没有一定的形式 但是有4个要点 那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首先就是赞美神 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至圣者 是万有的君王 是万物的主宰 我们在以心灵朝见祂的时候 当然要记得我们朝见的是谁 其次一点就是认罪 如果我们期望新的一天 有新的力量 就必须把先前的罪交代清楚 因为我们只要认罪 神就本着祂的信实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三点是感谢神 圣经以婆所书第五章二十节 提醒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凡事谢恩 因为凡事出于神旨意的 都有祂的美意 最后可别忘了 神赐给他儿女的特权 就是祈求 因为主耶稣自己应许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你看 这个7-up的灵修法不难吧 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五节 记着使徒保罗 劝勉信徒的话说 受割礼不受割礼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心造的人 的确是的 外表的仪式不能带给我们更新 只有在日日根竹清静当中 才能被主塑造出 新人应有的形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从心的生命 是我从心的生命 大乘生我念里面有间改变 要重生主此生对我说 大乘生我念里面有间改变 大乘生我念里面有间改变 大乘生主将生命显起 流失去掉 不渴望我一个心身 勒寒呼熠 说有人来总一起 所有人来早已信 那样害怕 那样害怕 不那样害怕 那样害怕 主啊 我怎相信你重生的王 耶稣切磋的老重生 老重生 我里里面有怎改变 老重生 祝此生对我说 大重生 与主将生命写尽有 我的梦无后面的记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读读